我覺得當啦啦隊必須要的條件是 一定要長得很漂亮 我看每一個站出來那一排全部都超級正的 那你覺得你OK嗎 我覺得我 我OK 我覺得自己要先相信自己 那我們今天要去哪裡 我們今天要去 球隊啦啦隊的複選 然後要去面試 那如果上的話我們就放在下一集的內容 好恭喜貝貝我們終於選上拉隊了 YA 自己自嗨 好那我們先進行一個頒獎典禮 我還要自己唱喔 哈哈 這是什麼 被我選上了 被我選上了 光宗耀祖的時刻來了 嗚 好那我們先講一下就是在這個 征選的過程啦 覺得有沒有什麼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很高興評審終於看到我的 努力了 我幹動我我要哭了 血卡喔 跳跳到膝蓋都破皮 我這樣OK 有沒有有沒有 但是之後還是要更努力啦 因為我覺得我跳舞還是有很多 不足的地方 其實蠻怕跟不上其他隊員的 畢竟我是半路學舞的 所以 練習可能要比別人更多一點這樣 選上拉隊之後 因為離開界還有一段時間啦 那有沒有什麼 我給你三件你想要做的事好了 三件入職前的準備 第一件事情是 我想要去放鬆一下 去黑皮黑皮一下 就是要喝兩杯的嗎 可以喔 我酒量其實蠻不好的 好那我們就給你一杯我們的特條 好那我們就給你一杯我們的特條 這也太大了 咖啡 見大人 就職順利 第二件事情我想為了外表做準備 拉拉隊是一個需要漂亮的職業 所以我想在入職之前幫自己打扮一下 或者是換一種風格 所以就是要去採購一下的意思嗎 沒錯 那大家看這件衣服 它設計很特別 就是 腰床的一個挖孔 那 我穿這件衣服很多好看 因為我穿我的肉很多 就是這個皮卡式來的 所以呢 這件衣服呢 就基於我自己 要更努力的去練身材 跳舞的褲肌 大家不期待我的褲肌嗎 然後我買一套 然後大家幫我看一下 跟我這一身 這是我的第二套 我為什麼買這一件呢 因為我要穿 它的話會舒適 彈性很高 然後 然後 輕鬆 舒服 後面還有一個 性感 舒服 而且這件衣服的彈性 不會累得我不舒服 好 那第三件事情呢 第三件事情 我覺得有一點 有一點困難 希望我的近視可以改善 因為我近視其實還蠻嚴重的 那我希望可以改善我的近視 因為近視的話對我來講 很不方便 因為我戴隱形眼鏡開車 眼睛會很乾 所以是要 去眼睛雷射 是 那為什麼我會選大學眼科呢 是因為它在全省啊 分店是最多的 灰震是最方便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大學眼科做檢查 那剛剛經過一系列的檢查 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他們檢查的項目很細 我都不知道原來看眼科 需要這麼多事情要檢查 雷射的話 也需要很多條件可以複合 那還好我的條件都可以複合 很期待下次來做手術 今天是我術後的第二天 然後昨天我一整天都在睡覺 其實沒有太多的疼痛或是不舒服的感覺 剛剛的檢查結果是 視力都恢復得良好 水水霧霧的感覺是還有一點點 但是大致上都看得很清楚 現在是1.0的狀況 最後我的心得就是 我怎麼不早一點認識大學眼科呢 可以早一點來做定視雷射 這樣我的生活就不會困擾那麼久了 好那最後選上拉隊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觀眾講 不會加油 歡迎大家來球場幫我加油喔